你好,我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 我的问题是关于经经济计划里头的两类人 一类是被疏散到外地的商户 这些人希望得到合理的经济赔偿 特别受关注的是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 您能否告诉这些商户 国家准备给他们赔上多少钱 什么时候这个钱能给他们发放 另外一类人就是环首都所谓贫困地带的 我去过这些地方的确就是跟北京有天壤之别 有的这些居民很难以置信到13年之间 这个经济计划基本实现的这段时间内 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这些人的疑虑 谢谢 我会翻译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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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为每十六年级经济建筑 租务美国将会从北京之银洛 租务美国将会会必须 在一些特别的东西 我曾经过来 我都会发生出够的 很多居住在那裡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在13年之中,在今時, 在金金寺計劃是基本上設置 那他們問題,他們的問題, 他們的危險會被解決。 什麼需要這些人說? 謝謝你。